這或是產地也都會有 每一個產品都飆上大大的台灣製 因為就怕被大陸豬瘟波及影響生意 偶爾會有人問問說 這個是哪裡做的 會擔心嗎 精華火腿源自浙江 現在民眾看到就心驚驚 老闆趕緊拿出一隻8公斤的火腿 他說是台灣製的 一眼就看得出來 我們的豬比較大 大陸的火腿 它因為豬比較小 一般會比較 差不多到這裡 到2% 我們台灣的精華火腿 它本身油會比較多一點 不僅長得不一樣 口感有差別 飯店主廚選用台灣精華火腿 切丁後跟青菜蛋花混在一起 中火清炒 瞬間就沖出火腿香氣 不過要拿來熬湯 台灣火腿比大陸火腿更適合 台灣的精華火腿 我們通常比較用常用來炒飯 或是熬煮我們的上湯 就是高湯 油脂豐富 對我們來起來做熬湯的 其實是很好的一個原料 將大陸台灣火腿拿來比較 台灣的油脂偏多 肉脂軟嫩 大陸的油脂偏少 吃起來比較硬 從外觀口感就能分辨火腿來源 但大陸豬瘟疫情蔓延 明年春節想吃精華火腿 建議民眾還是選用口感軟嫩的 台灣精華火腿 記者林維王朗宇台報道 台灣�раз輸 強火腿 你看 views 粉底芸